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过去仿真一次要10分钟 现在25秒就可以了 而在一个大飞机的整个设计过程中 大概需要千万次仿真 而这千万次从每次10分钟到25秒 大家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大的效率提升 9月2日 在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上 华为升腾计算业务总裁张迪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说道 在数据 算法和算力三驾马车驱动下 人工智能的价值正逐步在行业中体现出来 通过近距离观察近几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AI很火 落地却很难的窘境 以日渐成为历史 在当天举办的升腾人工智能生态大会上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联合华为 发布了业界首个工业级流体仿真大模型东方玉峰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飞机设计和航空运营的未来 改变航空产业的生态和液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商飞首席科学家吴光辉在会上介绍 东方玉峰是人工智能与流体力学深度融合 并在大飞机设计中的成功实践 人工智能技术将为大飞机制造带来新动能 承载了几代人梦想的中国大飞机正在变为现实 大模型已成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张迪轩告诉媒体 过去是多个小模型支撑一个场景 而大模型具备更强泛化能力 可适配多个场景 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 目前国家有关部委正在牵头制定大模型沙盘 避免科研机构和企业重复研发 据介绍 东方玉峰是基于升腾AI打造的 面向大型客机翼型流场高效高精度AI仿真预测模型 在生丝流体仿真套件支持下 可有效提高对复杂流动的仿真能力 减少风动试验的次数 同时 该模型对流场中变化剧烈的区域可进行精确预测 流场平均误差降低到万分之一量级 达到工业级标准 吴光辉介绍称 飞机的气动外形设计是飞机设计最基础 也是最核心的技术之一 也决定了飞机的安全性 经济性与环保性 流体仿真是飞机气动设计的重要手段 飞机的空气动力学模拟仿真运算量非常大 需要借助超算 而有了东方雨风大模型的帮助 在精度一样的情况下 仿真时间从10分钟缩短至25秒 只有原来的24分之一 在整个大飞机设计过程中要经历千万次的实验 其所提高的效率 可想而知 张迪轩则在媒体沟通会上提到 大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有52%的阻力来自机翼 好的机翼设计对飞机的稳定运行 能耗都带来了非常大的改进 过去我们也没有想到人工智能 怎么跟大飞机结合 但跟院士专家聊过之后 发现人工智能计算 可以帮助大飞机的仿真设计 这种创新模式将极大助力AI跟行业的结合 张迪轩表示 在本次大会上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坤透露 华为AI即将迈入大蒜里 大模型时代 而且华为已经深深扎根为 AI基础设施建设者 成为中国算力一张网的主导者 用大模型降低产业联盟的AI发展成本 为AI落地最后一公里 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中国无疑将成为全球最大算力市场 据行业预估 到2025年中国数据量将占据 全球总数据量的27.8% 虽然中国算力总规模排名全球第二 但胡厚坤表示 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上线 即饱和 算力资源依旧稀缺 在2022WAIC上 中国算力网宣布新增7个节点 总节点数超过20 全球AI算力一张网布局基本完成 目前 华为已推出系列科学智能套件 把AI引入生物 物理 气象等科学领域 帮助科学家们用人工智能技术 来解决传统和前沿的科学问题 目前已经推出了电磁仿针 分子动力学等科学智能套件 正在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 在宇商飞推出东方御风大模型的同时 华为宣布智能流体力学产业联合体 这是在中国空气动力学会指导下 由唐志鸿院士 吴光辉院士 厄维南院士 为代表的产业界领军人物 和30多家全球头部流体力学高校 科研院所与龙头企业 共同组建的产业联合体 联合体将以升腾AI等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 推动AI与流体力学的深度融合 除了飞机制造外 高铁 轮船等制造业也属于这一范畴 此前 华为升腾AI牵头成立了 摇杆和多摩泰两个产业联合体 已有70多家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入 孵化了20多个行业新应用 在产业联盟里 数据 算法 算力 来自不同的企业或机构 集齐了拉动AI往前行的三驾马车 子东泰初就是中科院自动化所 在华为升腾AI基础上开发 并依托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算理而诞生的 大模型的开发训练成本极高 所以国家有关部委都在牵头绘制大模型沙盘 在张迪轩看来 产业联合体 产学沿用将更好的 避免大模型的重复开发 为了打通技术与行业之间的墙壁 为了打通技术与行业之间的墙壁 华为不仅牵头成立产业联盟 一批院士和行业领军人物被聘请为升腾荣誉顾问和升腾MVP 为升腾产业的发展提供前瞻性的指导 咨询与建议 和事 是升腾发展的核心牵引力量 胡厚坤指出 虽然目前全球主要国家和主流公司都对AI产业进行战略性投入 但行业面临一个普遍的困难 就是人才不足 据华为的评估 中国的AI产业人才缺口达到了500万 AI融入千行百业的过程中 难免遇到更大的人才缺口 华为希望在AI人才培养方面做出贡献 与教育部发起智能基座计划 已经在清华北大等72所高校开设了1500门课程 预计每年可让超10万名大学生受益 未来三年 华为也计划发展350万名升腾AI开发者 为升腾AI产业输送人才 人才只有在产业场景中才能发现价值 于是华为与700多家合作伙伴 共同孵化了超过1100个解决方案 应用于多个行业核心场景 上海人工智能生态赋能中心在2022WAIC上成立 将由华为和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运营 首批入驻的伙伴包括中国商飞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等 将基于升腾AI 在大飞机流体仿真 视频理解分析 抗体药物设计等领域 共同孵化AI应用 同时 华为与商场 云从科技等八家伙伴 联合发布基于升腾AI的 AICE赋能行业解决方案 以AI赋能程式 教育 制造 金融等 前行百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